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nley 最後我們盤點了上半季成績不如預期的10位選手 那今天當然要反過來看看那些成績超出預期的選手們 說真的人數很多 我初步篩選就有超過20位 最終我決定每隊只挑兩位 一樣都是我個人的主觀想法 原因我會一個一個來說 如果你有覺得更符合的例子 都歡迎在底下提出來討論喔 那我們就會照著戰機排序從墊底的富邦先來 雖然上半季表現不理想 但他們還是有不少人的成績超出我個人的預期 第一個就是王勝偉 在兄弟戴了14個年頭 王勝偉憑藉著強大的守備功力拿下9座金手套 用皇山軍隊時最強遊擊來形容他也不為過 但在江貴與串起之後上場受到嚴重的擠壓 去年只拿到5場的一軍出賽機會 季末就被兄弟放在60人名單之外 最終轉頭富邦很降 在王勝偉從兄弟轉去富邦時 我確實認為他的機會絕對比在兄弟多 甚至有可能成為先發的遊擊手 但完全沒有想到他可以打成現在這樣 在富邦遊擊荒的情況下挺身而出 守備一把罩 上半季打擊率3x53 比現在的打擊王臨力還要高 OPS加高達156.8 排名全隊第一 只能說季前選擇閻覽王勝偉 應該是富邦今年做了最對的一件事 第二個驚奇 我在泛國城跟戴培豐之間猶豫 但考量到去年成績 我最終選擇了戴培豐 去年還是被我列在成績不如以前的名單中 除了狀元狼身份被基於喉皇以外 去年開季在張靖德還因膝蓋改造為上映軍時 獲得了不少先發場次卻沒有能把握 打擊率一度低到只有一成零六 連應該是優勢的守備能力都出現了問題 還被拍到在場下自責落淚 看得出來壓力真的非常大 今年開季富邦原本定位的主戰還是張靖德 想不到他卻面臨打擊低潮 但白鋒也沒有再錯過機會 從五月開始戰爲先發 不再只是有一場每一場的蹲 OPS加從去年的14.9到現在的114.4 進步幅度有多大應該就不用我多解釋了 接下來看衛權龍隊的選手 老實說投手部分也有許多亮眼的 像是先發的郭玉鎮 後援的王玉璞等 但野手這兩個實在是太過搶眼 沒辦法不提 第一個是拿摩厲害的 拿摩一樣 去年以朱祥寧的登陸名比賽 拿摩一樣的表現並沒有今年那麼搶眼 雖然是龍隊設定的主戰一雷獸 但背三陣率超過30% 也沒有太多長打的發揮 確實如他自己寂寞在訪問中提到的 就是差搶人意 但今年改回原名之後 那麼一樣的表現也患然一新 只可惜上半季末遇到一點低潮 但成績比起去年仍然進步非常多 單看長打的表現 甚至還贏過大師兄林之勝 與極腳拱貫的劍牙棒連線 也成為龍隊的攻擊核心 加上在雨中表演模仿秀成名 讓他的關注度迅速上升 絕對是龍隊上半季的最大驚喜 第二個就是剛剛有提到的林之勝 他的記憶跟王勝偉幾乎一樣 在兄弟競爭者眾多 上場空間不多的情況下 林之勝去年被放在了60人名單外 成為自由球員後轉頭為全龍 讓他有機會打破張泰山的全力打紀錄 往300轟前進 結果今年開季首戰 他又敲出了生涯第290轟 目前已經累積到293 上半季繳出138的OPS加排名全隊第一 也是去年火力平弱的龍隊 最想要看到的結果 下半季還有七轟的努力 究竟林之勝能否完成 就讓我們一起愛期待吧 再來看到第三名的童一師 再來看到第三名的童一師 由於傷兵眾多的關係 上半季其實有眾多選手冒出頭 打出了預料之外的表現 像是柯玉銘、邱志成、李承琳等 但我認為接下來要講的這兩位 對於上半季失隊而言是更重要的 第一個是潘傑凱 去年季前遭到網路爆料重傷 加上右手勾撞虎受傷 嚴重影響到了打擊 直到季末才動刀治療 最終留下了無場的一軍出賽紀錄 連二軍都打得很悶 可以說是經歷了他現在最低迷的一年 但今年他從逆境中崛起 找回2018年的勝手 對於失隊來說最重要的是因為一壘洋砲羅薩離隊 三壘的林子豪音傷打打聽聽 承用機又持續不振 而潘傑凱可以堅守一三壘 守備能力也進步不少 如果能夠維持現在的火力 那失隊也暫時可以不用這麼頭痛一壘的接班問題了 第二個同樣是轉隊的老將 單哥王室偉、林志盛不同的是 普吉隆是扎扎實實被放在冷凍庫將近兩年的時間 連二軍賽事都沒有打 去年離開富邦之後被統一接納 即便月薪大砍 從70萬到只剩18萬 他還是願意接受 在失隊重啟選手生涯 還記得之前胡錦榮轉投富邦那支影片 我有說要跟觀眾玩個預測遊戲 猜猜胡錦榮今年的OPS價是多少 我當時是在留言區寫下98.2 只有上半季是124.3 比我預想的高很多 對上富邦還打最好 確實讓失隊補到了重要的誘打火力 如果當初沒有前他 現在失隊的戰績有沒有第三名 我覺得還很難說 再來是第二名的中信兄弟 我心中有三個人選 包括江昆宇、吳哲元、林書藝 但前面這兩個進步幅度實在太大了 考量到林書藝是5月中旬才上來 累積的樣本數還不到非常多 我這邊只能先割愛 張桂宇的部分當然是要重點強調打擊 畢竟他的手背本來就很好 好到他做什麼高難度動作 都已經不會讓我驚訝了 但相較之下他的打擊是比較普通的 去年OPS價落在93.1 以中線來說當然及格 但還有進步的空間 今年他從開季就保持火燙的手感 跟去年比起來 我覺得最大的不同是選球 攻擊變得更有耐心 保送也拿得很多 在長打沒有那麼多的情況下 還能夠把OPS價拉到全隊最高的143.2 甚至在許姬鴻之上 對於蕭可愛來說絕對是很大的突破 投手部分最驚豔的當然是吳哲元 雖然去年有被帶進台灣大賽 但例行賽他實際只有一場的後援亮相 主要時間都帶來二軍 今天兄弟則給了他新的任務 讓吳哲元從春迅開始練先發 結果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上半季他已經有過五場先發 其中四次繳出優質好投 即便中間被教練團擺回牛棚 他也能夠順利完成任務 雖然是選秀第十輪指名 表現得卻絲毫不輸首輪指名的 鄭凱文、呂彥青等人 絕對是上半季兄弟投手群的最大驚奇 最後來看樂天桃園的部分 竟然他們能奪冠 說明對上一定有眾多表現超乎預期的選手 不管是投手、許俊陽 或者打者、梁家榮、林立、陳辰威等 其實都符合這個情況 但我最終選擇的是陳靜跟黃子蓬 陳靜是我真的覺得進步幅度太大了 當年選秀獲得第三輪指名 其實是蠻前段被挑中的 但陳靜入隊以來拿到的機會一直不多 去年林立轉外野 秋彈又竄起 讓他一直沒有辦法穩定出賽 但今年把握住朱玉賢趕不上開季 林立轉回內野的機會 陳靜變成桃園最依賴的第二棒 往往能夠在開局就跟林立連線 加上本身速度快、執行戰術能力強 揮控率又低 背三振率甚至比承接線還要低 現在不但是盜壘王 還是打擊排行榜上的第三名 如果能夠保持下去 很有機會成為最佳進步獎的得主 黃子蓬的話 畢竟一軍前三個球技都擔任對上的主力後援 表現已經是非常亮眼 結果被戰隊團規劃轉先發之後 去年22場先發全都至少投滿5局 吃下135局比自家的養將還要多 直接變成了桃園的本土王牌 我驚訝的是 今年的黃子蓬雖然還可以再進化 上半期13場先發一樣都至少投滿5局 當中的10場是優質好投 現在是本土的防衛濾網ERA Plus 從去年的109再提升到現在的155 投球形態上也出現很大的改變 從極端的滾地球形變成悲球形投手 在現今這顆球的加持下 就算球被打到天空中 對於老虎而言反而是更有利的 那以上是我今天整理的上半季 10位成績超出預期的選手 你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版本喔 另外我的IG現場辦抽獎 有機會抽到林安可的公益運輸梯 截止時間到今晚12點 有興趣的可以趕快去參加喔 我是閃利 最近發生了一些事情 讓我開了一個新頻道備用 如果你希望未來持續看到我產出影片內容的話 就拜託先去訂閱一下吧 那我們明天講 掰 bart Mah paintings 老虎 禮 點 �